伺候的太医都有谁 是太医院的许太医 和李太医 不是一向都是姜太医吗 姜太医呢 御室来了使者 在医馆里得了风寒 姜太医去医治了 贤主 产房顺兴不强 你不能进去啊 贤主 延续宫的生孩子 这在烧人 谁挑的时辰 被深耕半眼将人送走 对啊 坚持住 你叫他坚持住 我这心里不踏实 姜太医无在 你去何谜皇上 求皇上找齐太医过来 势所可缺 如 我们都想要 你能够住劲呢 皇上 您慢点 别着急 乞辱就快到了 海贵人一定会母子平安的 正殿已经长灯了 不如您先去正殿 静候嘉义 主 主 室长 降aba 贵 跪 来 生了 皇上 这是生了呀 朕的孩子当中 就属他的哭声最红亮了 生了 生了 是个二哥 海兰 是个二哥 海兰 好 海兰 稍等 稍等 肉血 海兰 海兰 好 给 海兰 海兰 主 怎么了 向妃娘娘 贵人服了催产药 血一直持不住 这个 这 恐怕 恐怕什么啊 你想拔子 赶紧拿纸绣的白药 太医 赶紧给贵人服纸绣汤药啊 主娘 肉血 这可怎么办 海贵人现在流血不止 你们要是止不住 海贵人的血 本宫就围你们试吻 听到没有 这娘就住了 住了 齐太医已经到了 臣请贤妃娘娘好 齐太医免领 齐太医 海兰流血不止 现在又昏过去了 还请齐太医保住海兰 请娘娘放宽心吧 皇上已经祝福微臣了 请 是 这人是贵人 买香 虚话不理 贤妃娘娘 海贵人 乃冤其功行之相 这是源于催产药 药性功法太深 以致胎儿吉祥 才兼致海贵人在孕前 气血虚好 怨情不保 当务之急是要止血 这是丁坤丹 要让海贵人含在口中 以孤气之勇 好 是 让海贵人含着 是 血虚了 血虚了 血妹娘娘 请安心嘛 海贵人的血止住了 只要每日 暗示服用丁坤丹 还有止血药 应该没有大害了 吐血虚待你救命之恩 那微臣告退了 把帕子给我 吐血虚 还贵人也无碍 吐血虚 您折腾一晚上了 也该回去歇歇了 没事 我陪着他 你去看着吐阿哥 你不得不许离开 是 贤妃娘娘 里头情形如何了 皇上来了 一直在外面守着呢 吐血虚 皇上 皇上 海澜生了一个阿哥 好 好啊 好 这是朕的第五个皇子 恭喜皇上 赏 延禧宫上上下下都赏 起来吧 谢皇上 这孩子 确实比寻常的孩子 大了两圈 真是难为害鬼人了 你看一张小脸 天元地方的都精神 这孩子长相端正 连哭声都这么洪亮 想必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来 来 嬷嬷 好生照顾五阿哥 是 你们都退下吧 是 朕已经想好了 穆天子传说 积齐则玉书也 这齐字一般有真齐之意 朕打算赐名五阿哥为永齐 如何 永齐 好名字 海澜是拼了性命 生下这位阿哥 亏得齐太医及时赶到 才替海澜止住了些 多谢皇上 是啊 这海贵人哪 替朕生了一个好儿子 令朕的心情愉悦 朕打算 敬他为贵人 尽他为贵位 赐封号为于如何 臣妻替海澜多谢皇上 臣妾替海澜多谢皇上 臣妾还想求皇上一个恩典 好 说 于平爱子心切 还恳请皇上不要将五阿哥送到协方殿 留在于平身边 朕正有此意 于平出身低位 朕打算将永齐交由你抚养 如此一来 于平也可时时相见 臣妾和于平 叩谢皇上隆恩 臣妾和海澜一定会照顾好五阿哥 不辜负皇上的期望 好 起来吧 李渔 奴才在 今晚伺候的太医 全部逐出宫外 永不录用 以成无能之罪 奴才明白 朱儿 您慢着点 朱儿 这天都快亮了 您别在这儿守着了 三宝啊 我这心里不踏实 皇上遣了许太医和李太医出宫 你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出宫之前跟谁来吧 奴才立刻就去 去吧 主 仙主 怎么样了 仙主放心 主无恙 只是身体太虚弱 睡着了 仙主 你也回宫歇着吧 我没事 我陪着海澜 你去吧 是 哎呀 这足够风的 鱼片的惨叫声 整个启祥宫都听见了 我以为她生得那么艰难 肯定母子不饱了呢 这饱不饱得无所谓 但凡孕中肚子大得厉害的女子 哪个不是肾上横温 失了夫君欢心呢 何况余品产后失血 要生下一个 也难了 这余品运气好 生得是个儿子 左右皇上登基后生的第一个贵子 是您生的 我阿哥比不上四阿哥 就是费了咱们先头一番力气 安排母族使者装并 支走姜语宾 让许太医他们替余品生产 这太医们 这次伺候得也太谨心了 真叔姐姐 许太医来了 朱儿 奴婢先下去片刻 姑姑 许太医答应为奴婢枕制心计 真是感谢您了 这枕巾您先收着 奴婢得空 来拿药 还提什么枕金哪 我在宫里的差事都没了 也好 您在宫里都辛苦半辈子了 这出宫安享晚年也是好的 也是 只要家里人都平安就好 这个您放心 您人好福气大 负责子孙的 都照常收下了 收下了 不过 许太医他们在宫里是留不住了 宫里留不住的太医 出去了也没什么用 是 奴婢明白 吴阿哥真可爱 笑了笑了 贤主他笑了 嘘 别开睡着呢 贤主 您看吴阿哥的脸色多红人啊 对呀 小嘴 可爱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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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爱 好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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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主 奴才见过徐太医 见过家品身边的真书 家品 徐太医见真书做什么 奴才听说 真书有心计的症候 不时徐太医会给瞧瞧 可是在宫里 没有太医给宫女看病的规矩 既然徐太医能给真书看病 一定是得到了家品的照顾 这事会不会跟家品有关系 家品素来巴结皇后 和贵妃也是面合心不合 如果这事真跟家品有关 她也不是个审刑的 那我们 要不要接下那些太医们 向皇上告发家品 不必了 余品的作胎药 是谁动的手脚也没有查清楚 以至于她的胎儿过大 太医让她喝多些摧残药 也在所难免 皇上能治的罪 也就是一个用药不当 那也不能放过徐太医她 家品相爱巴结皇后 要是这事真的跟家品有关系 那皇后娘娘 会不会也有份 不管怀疑的是谁 只有一点疑心 毫无证据 是没有用的 皇后娘娘 皇上来了 臣妾参见皇上 坐起来吧 皇上今儿下朝晚 享世被前朝的事办住了 再宜山西学政一案 必得严惩 才可杀一杀贪慧之风 皇上 喝一碗提神汤吧 臣妾一早起来 听闻余品母子平安 当真欢喜 臣妾想着 皇上肯定也高兴地 夜未睡好 所以特意让小厨房 早早炖上了一锅 紫生乳鸽汤 给皇上补气提神 皇后用心了 坐吧 皇下 除了余品母子的喜事 臣妾还听完了另一桩事 皇后且说 臣妾听说 阿若的官尊在火场粉化时 传言有所异象 引得宫人惊慌 而余品虽然顺利产子 但难产伤身至今虚弱 臣妾担心 是否因为昨夜的不祥而起 伤了宫委辅责 你接着说 阿若的罪行庆竹难输 赐死都应该 只是和宫人心浮动 对贤妃议论颇多 臣妾不能置若枉闻 皇后啊 朕年幼时想过 归为六宫之首的皇后 若幻化成形 该是什么样子 每天前有其中 非和宫人心想过 岳飞 这把这个皇后 是恩人家的 现在一群之首 就需要跟他与两岁 她们臣妾 臣妾 一群怀心 是否有此意 此而今 臣妾虽为皇后 却也只是 有七星六玉的凡人 皇上所言的神仙境界 臣妾自愧不如 皇后说得对 人就是人 但达不到的境界 也可以心向枉致 臣妾明白皇上的意思了 怪力乱神之语 实在不该出自臣妾口中 宫中禁言怪力乱神 皇后更应该弹牙流言 免得宫中妄语成风 人心生乱 臣妾回去后 自会训事宫人 不许他们胡言乱语 另外于嫔生子 臣妾也会去安华殿还愿 助导五阿哥康健平安 五阿哥很好 四阿哥更讨朕喜欢 可皇后 可皇后 朕与你还是要有个嫡子的 皇上 臣妾侍奉您多年 并有许多不适之处 可臣妾一心所念唯有皇上 臣妾一定会为皇上生下嫡子 以为皇上心愿 好 好 娘娘 请上嫁 不用了 帮我想走一走 这儿 看您和皇上说话 奴婢一旁听着 都替您累得慌 自从贤妃出冷宫 永连早伤 皇上带本宫 也早不如从前了 看着他与旁人有子 自己的儿子却早亡 不得慌 却不能渡 不能怨 只能含笑道贺 怎能不累 皇后娘娘的贤惠与用心 皇上会明白的 皇上会明白吗 本宫好怕 这一世夫妻 只有表面上的亲母 可要是有一日 真的只剩下 表面这一点点情分 本宫也只能死死抓牢 不能放了 好 姐姐 醒了 还疼不疼 疼 孩子呢 他睡着了 等他醒了就抱过来给你开了 孩子好吗 康健吗 孩子很好 哭声响亮 百胖健壮 叶欣 你快去把纸层当药拿来 然后把祭司粥惹一惹 鱼瓶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是 鱼瓶 皇上啊 敬了你的胃分 鱼瓶 姐姐 我终于替你 和我自己生下了个阿哥 我昨天 差点以为自己熬不过来了 昨天看见九死一生 我也救醒得很啊 他们费尽心力 让我不断地及时 才导致孩子过大 我 差点生不下来 姐姐 还好你一直都在 若是你不在 我肯定撑不下来 无自俱损 就碎了他们的心愿 好 好 你现在身自虚 先不想这个 好不好 不 此时之恨 端不能忘 他们今日 夹在我跟姐姐身上的重重 来日 一定已 已环保在他们身上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 此生 我一定会抱姐姐 还有孩子万全 我绝对不会再坐以待毙了 好 皇上今儿怎么得空 来中罪宫用晚膳啊 看于平生产艰难 既挂起你和永皇永章 有两个孩子在 你辛苦了 臣妾哪里有什么辛苦啊 倒是于平妹妹这次 真是千难万险生下五阿哥 是啊 皇上 您说起永皇 臣妾倒是有一事 永皇也到了该许婚的年纪了 是啊 这些日子 朕也在留意着 朝中大臣们的闺秀 有几个年纪合适的 品貌端方的 不过朕还在珍重 永皇是个懂事的孩子 心思又细 但愿他以后的福尽 也是一个性子柔软功顺 能够听从夫君心意的 你是他的养母 自然为他着想 臣妾心疼永皇 朝中大臣的格格们自然是好 只是哪个豪门大户 没有些性子呀 便是皇上身边 也是婉常在余品几个 最为温柔体贴 你也是个性子好的人 一记推人 臣妾倒是有个人选 臣妾远房表妹的女儿 依拉李氏 比永皇小一岁 性子倒是极温柔的 这门第是小了些 不过人好最要紧 要像你一样温柔和顺 多谢皇上夸奖 臣妾敬皇上 来 主儿 皇上难得敬忠翠公 您要是想见皇上 可以去给淳妃娘娘请安啊 总比您 每天自己在这儿画皇上墙 不行 皇上又不是来找我的 我要这么没头没脑撞上去 皇上该不高兴了 怎么会呢 您总是这么画画 皇上又看不见 我只得了皇上一息的恩宠 皇上还能记得我 前年还给了我承载的位分 这已经是皇恩眷顾了 至于别的 我不敢奢求什么 不敢奢求什么 athina 操逃 你必须是敢奢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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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人 隆人 他这个邢奔 在哪里 主累了一天一夜了 母亲来了 回去赶紧好好歇着 海岚没事了 才 母亲 永皇 儿子参见母亲 快起来 都长那么高了 也长转了 看来陈娘娘对你不错 来 跟母亲进宫去吃点点心 母亲 儿子在这儿站一会儿就好了 怎么了 儿子是趁陈娘娘和黄阿玛说话 偷偷溜出来的 不敢久留 得早些回去 那你回去吧 免得陈娘娘找你了就不好了 是 母亲有空啊 就去看你 儿子 如今你长大了 三二哥还小 你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些 儿子明白 母亲在冷宫里这些年 儿子也是担忧不止 看到母亲平安无事 儿子也放心了 那儿子先走了 回去吧 路上小心些 儿子告退 这天下毛笔出湖粥 又是贡品 怎么还调那么久啊 永皇勤于学业 臣妾总想挑些更好的虎笔给他 原本想着 你回来啊 永皇应该跟着你 但一则是怕淳妃痴心 你身边少了亲近的人 二则 永皇大了 也是该成婚开府了 也没必要挪回你宫里去 皇上已经在考虑 永皇的婚事了 朕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中宫嫡子未出 中宫嫡子未出 皇上要是给永皇这个长子 配了高门大户的女儿 想必有心的人必会绅士 皇上应该不会忘了 当年就是有人忌惮永皇是长子 想让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吧 你的思虑啊 也是朕的思虑 朕想着 夫妻和睦就好了 也不在乎门第高低 皇上有合议的人选吗 淳妃呢 向朕举荐了她的远亲 依拉李氏 朕觉得 亲上加亲也是很好的 那也好 好 那就这么定了 皇上心疼永皇 如意啊 嗯 最近在空中 有没有听到什么流言 没有啊 什么流言 没有啊 什么流言 没听到就好 有些胡言乱语 不必入耳 朕午后就要出宫去山西 朕不再供你的这段日子 一切当心 臣接会的 皇上放心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人人都躲着咱们呢 不都是因为阿弱那件事吗 现在宫里风言风语的 难不成 阿弱还真变成了鬼不成 阿弱死得蹊跷 今儿又是阿弱的武器 民间都传 武器还魂 说鬼魂要回来的 索西你别胡说 是 回宫吧 回宫 阿弱 小夕 那鬼 这鬼有头架又说 我没有害人 阿弱该手去找谁去 我没有找人 阿弱 二娃 我没有 装着我三国来 别怕 别怕 贵妃 是想去看望贤妃吗 听说她醒来了 就见到寝殿 到处都是鬼火 受了惊吓 如今请了萨满法师 正在跳大神呢 真有鬼火吗 听说这易坤公 人人都看见了呢 昨儿是阿若的武器 不会 不会是他来寻仇吧 胡说什么呀 上次阿若的官尊 有意象就够邪门的了 现在闹什么鬼火 可人人都看见了 总不会有假吧 对了 淳妃姐姐 听说皇上把依拉礼氏 许配给了大阿哥 这可真是亲上加亲的喜事啊 同喜 想来以后四阿哥长大了 也会有门好亲事的 四阿哥才多大呀 这杯喜酒还早着呢 姐姐这就跟我讨来喝了 贵妃娘娘 贵妃娘 恭喜四阿哥 本宫有些乏了 先回宫了 主当心 主 主当心 你没事吧 你说阿若 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厉鬼 易坤公的人是这么说的 主 其他医送来了爱业酒 让你每日服用 可以暖身 还有一些上好的爱业 可以禁狱也可以做一些安神的枕头 这些都是屈寒暖身的 快给主倒杯爱业酒 让主尝尝 奴婢让兴玄备下水 让你好好禁狱 奴婢也给您做个爱业枕 让您睡得安稳些 主儿 都没出易坤公吗 说是吓坏了 不敢出门 最近一直用爱草禁狱 又喝着爱业酒 本宫觉得身子并没那么寒了 奴婢给您做好爱业枕了 您喝了爱业酒 正好安眠 主儿 金夜神呀 怎么叫得这么起见 今儿是阿若的七七了 听说一空公门户紧闭 没人敢走多 上回西昏飞射净吓是武器 今天煞肉的奇迹 高夕月 谢谢 高夕月 高夕月 出发上来了 没有儿童 高夕月 拿命来 救命啊 都是你 不爱的我 不是替你顶得罪 对 害死的人是你 拿命来 是奴婢 卓儿 是奴婢 卓儿 卓儿 咱们都没有看见阿若呀 她是来找本宫的 你们自然看不见阿若 双喜去找萨满了 据说昨晚易坤公没事 可见萨满管用 你说她为什么不去找贤匪 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主儿 皇后娘娘是六宫之首 她那儿阳气大 所以鬼怪都不敢去找她 做鬼也欺软怕硬吗 当初也是皇后没救她 她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主儿 您别说了 没事的 我知道了 当初 阿若就是怪本宫 让她顶了朱砂的罪 她肯定恨死本宫了 墨歇 你知道萨满要来扶持 咱们镇着她 镇着她 是 奴婢这就去啊 墨歇 别走 别走 行轩 你去 嗯 是 您别怕 主儿 听说贤妇宫闹鬼 义宽公有萨满阵阵 反而没事了 贤妇宫也闹上了 吓着谁了 还能有谁 当然是贵妃娘娘 听说贵妃娘娘只喊着 阿若追着她 可这满宫里 没一个瞧见阿若鬼魂的 宫里都在传 这阿若追着贵妃做什么 莫不成 是贵妃害了她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是 你可都听见了 听见了 贵妃被吓着了 可别喊出什么事来 贵妃真要是喊出什么事来 也是皇后嫌怕 从贵妃的脉象来看 那只是受惊颇重 神思混乱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难道真的是中邪了 也不行 左右我先开计房子吧 安神的 你给贵妃娘娘先扶下 还要你们要记住 贵妃娘娘是赤足照亮 爱也酒还得继续喝 爱也得继续用 奴婢记下了 好 主儿 多吃点 您人都瘦了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点牛肉吧 来 别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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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儿 您吃点饭吧 我求求你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吧 好熟 主儿 没有二若呀 快吃 快吃 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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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 主儿 二若 好熟 来来来 来 主儿 主儿 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嘛 萨满也跳过啦 鬼火也就没了 鬼火没了 本宫心情就好啊 心情好了 气色就好了 那咱们今天出去走走 我要啊 贵妃病了 咱们去贤府宫里瞧瞧她 好 宫中以讹传讹 闹得人心惶惶 成何体统 这宫人们闲来无事 就爱乱教舍根 皇后娘娘不必理会 若皇上回来 听到满宫的怪力乱神之语 岂不要责怪本宫约束不言之罪 赵仪泰 奴才在 去传本宫的意思 宫中谁再敢提贤妇宫闹鬼之事 一律仗则三十 奴才遵旨 皇后娘娘 既然贵妃病着 不妨咱们去瞧瞧 也不妄姐妹一场 苏联 你去叫上景色 好歹贵妃曾经照顾过她 她应该去看王 是 这都是什么呀 皇后娘 我怕 你不必待在这儿了 怜心 带公主出去 是 公主 我们出去玩 娘娘 娘娘当心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章儿 章儿 是奴婢 快起来 皇后娘娘来了 奴婢扶你起来吧 娘娘来了 来了 扶你起来 娘娘 好了 你不必起来了 好好躺着 瞧你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太医过来瞧过没有 已经来过了 莫歇 公请皇后娘娘 家瓶娘娘照一照吧 这是什么呀 主总是看到阿弱 出现在咸浮宫 让出入的人都照一照 免得不干净的东西 附在人身上跟进来 荒唐 鬼还没来 自己倒把自己 吓成这个样子 拿下去 不是 你们怎么不相信呢 娘娘 阿弱天天都来找臣妾 她有时候 她有时候就站在 那个饭桌前的 有时候 有时候就在 那臣妾的床头 住嘴 你身为贵妃 居然在宫中 闹出这么不堪的东西 贤妃也是吓坏了 但只是找来 扎满法师 过来做做法师就罢了 偏偏只有你这儿 弄得无烟瘴气的 可不敢这么说 在下说 你和阿弱又该来了 本宫已经问过了 先复宫 除了你之外 压根没有人见过阿弱 只有你才胡言乱语 不是的 来呀 冯庄 抓不到 抓不到你抓不到吧 不玩了 不玩了 什么老鹰捉小鸡啊 还不如双喜 上回玩的那些蛇给我看呢 双喜 蛇呢 那奴才带你去玩蛇 好 咱俩呢 咱俩呢 公主有礼了 新玄 贵妃呢 回贤妃娘娘 我们主正和皇后娘娘 嘉宾娘娘谈话呢 原以为贵妃和本宫 得的是一样的病 想来瞧瞧她 这是安华殿大师 亲手抄录的佛经 每天读一读 心里也安静些 你帮我转给贵妃吧 多谢贤妃娘娘 我们主得了这个 或许能安心些 双喜 回玩蛇 奴婢回去 让三宝查一查 嗯 娘娘 阿若 为什么经常来找臣妃啊 是不是因为 名夫妻高阳妻旺 阿若不敢去找您 只敢来找臣妾 臣妾是替您受过是吧 你胡说些什么 臣妾怎么说胡说呢 娘娘 母娃贤妃的事情 您不都知道吗 龙宫走水 饭菜里做了手脚 这些事 您不都参与了吗 就连贤妃中了披霜 是不是也是您干的 娘娘 贵妃 本宫念在你我姐妹情义 你偶尔一两句风言风语 本宫都不会跟你计较 可若是你敢污蔑本宫 本宫绝不会饶了你 娘娘 您不能不管我呀 那些事情明明是我为您做的 佳萍 贵妃 您今儿是病糊涂了还是真疯了 这样胡乱攀扯的话都说得出口了 您做了六年的贵妃 这高氏满门的生死荣辱 就这样被您一口断送 您不觉得可惜吗 皇后 娘娘 贵妃神志不轻 咱们不必与她一般见识 本宫自然不会与她一般见识 你好好清醒清醒吧 娘娘 你别走啊 娘娘 您别走啊 娘娘 您别走啊 娘娘 您别走啊 你不能不管我呀 娘娘 你不能不管我呀 娘娘 她是替我顶罪 也是替您顶罪啊 皇后娘娘 你别走啊 皇后娘娘 这才春日里就已经这么热了 皇上快回来了 皇后娘娘备着接驾 倒是你有空陪本宫走走 奴婢陪你也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家主那一巴掌打得好 贵妃胡言乱语是该清醒清醒 她想胡乱攀扯谁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她谁都攀扯不上 我们娘娘是个贤惠人 只能心里甘生气 又不能失了中宫的气度 多亏有您在 我有什么可怕的 打了也便打了 只是咱们还要想个法子 堵住贵妃那张胡乱咬人的嘴呀 说得是呢 奴婢也正着急 万一贵妃疯起来 连高氏一族也不顾了 让皇上回来听见这话 可怎么是好 那就得想个法子 让她说出来的话没人信 怎会没人相信 她现在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了 说是能疯了就好了 这样她胡乱攀扯的那些话 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 可怎么办得到呢 穆辛姐姐 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 回去吧 主睡了吗 还没有 安息香送来了 我去给她点上 让她睡得好些 让她睡得 Jun 我去是 forgiveness 要算吗 是吗 警察都是encial的 皇上一定会来的 皇后娘娘 皇上回宫了 正往长春宫来 您快接驾吧 真的 可不是吗 皇上哪儿都没去 直奔咱们这儿来了 快走 皇上万安 你在等着呀 臣妾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李渔 告诉皇后一声 朕晚上再陪她用晚膳 叫她死磕不用候着了 再把似侯贵妃的双喜 给朕带来 喳 双喜 皇上要传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皇上传奴才做什么呀 来人 给我带走 奴 奴才什么事都没有 皇上抓奴才干什么呀 奴才什么事都没抓 皇上 用力打 皇上 双喜已经昭了 冷宫毒蛇的事是他做的 也是贵妃收买马汉子 在贤妃饭菜里做的手脚 披霜的事 他们吐口没有 这个还没有 玉虎 你去慎行司亲自盯着双喜 务必问个清清楚楚 不能有一丝一漏 是 竹儿 是奴婢 是奴婢 怎么了 双喜被禁宝公公带走了 一直都没有回来 奴婢让人去问 只说双喜偷了东西 双喜被带走了 双喜知道咱们的事情不少呢 再不行 让高大人想想法子 务必得把双喜救出来 他们凭什么带走双喜 皇上还没回来吗 皇上已经回来了 正在长春宫 那本宫就去修皇上 让他放了双喜 竹儿 外头天黑了 那二肉又要来了 那本宫先不去了 明天再去吧 贵妃朕的病得这般重 心病总不比身上的病 总是难好一些 臣不信鬼神之说 多半是有人心虚 自己吓自己 臣只想知道 同样是闹鬼 为何贤妃几日就没事了 贵妃却缠绵病塌 臣妾也不知 去探望贵妃 见她神志恍惚 臣妾也无从安慰起 皇上还请宽心 贵妃会好起来的 臣妾也会再去探她 皇上若是进来 正务繁忙 就不必亲自去闲府宫了 以免皇上过了病期 等贵妃好一些 臣妾会告诉皇上的 下个月啊 各部就会来吵了 侯宫的事情多 你就不必去看贵妃了 让她自己好好养病 是 到时候 御氏一族也会来吵 家贫为朕生下 登记后的第一子 功勋显著 朕打算进她为妃位 趁着母族来赫时 进封为家妃 皇上是给足了体面 贵妃娘娘 您怎么过来了 快去通传 本宫要见皇上 贵妃娘娘 您若是为了双喜的事过来 那请您先回去吧 双喜的事 怕是您求也不中用啊 双喜到底偷了 什么要紧的东西 连本宫的话都不中用了吗 回娘娘话 双喜顺走了一块先帝 用过来的东西 不中用过的玉佩 昨儿尽宝绑了她过来 还没怎么打呢 她就什么都招了 什么玉佩 怎么本宫不知道 贵妃娘娘病着 自然什么都不用知道 免得伤身哪 皇上还说了 一切与您不相干 您且回去歇着吧 那双喜招了 都招了些什么 做了什么 就招了什么呗 主儿 贵妃娘娘 主儿 还不把贵妃娘娘扶起来 主儿 皇上 皇上 臣妾错了 臣妾知错了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臣妾知错了 皇上臣妾错了 你扰了臣妾 你扰了臣妾 贵妃娘娘 主儿 主儿 传大医 主儿 贵妃娘娘 主儿 你快醒醒啊 主儿 贵妃娘娘育体不安 往后 谁敢纵着贵妃娘娘出贤浮宫 皇上饶不了你们 主儿 主儿 皇上 我来说 皇上 听说贵妃突然昏厥 您不去看看她吗 朕不想见她 是青露莲子羹啊 莲子轻火 皇上现在的心情 喝点莲子最合适了 该吐的 双喜也都吐了 这是供词 你看看 景阳宫闹蛇之事 双喜全然不知 而冷宫闹蛇之事 他却认得是自己做的 皇上您不觉得奇怪吗 他犯了这么多的错 为何就这一件不认 也许是因为双喜 替高氏做了太多的措施 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而若生死 高氏就畏惧致病 这般的心虚 除了他还有谁啊 臣妾倒觉得 高氏做事虽狠 但他并无周全地治谋 皇上 高氏依靠的是皇后 如意 皇后是朕多年的结发棋子 朕不相信 也不敢相信 她与这些事情有关 坐吧 而且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还没有指向皇后 若是朕贸然地查皇后 只会弄得人心不安 后宫不宁 那皇上想如何责罚贵妃 朕原本以为 高氏只是爱任性 爱撒娇 没想到背后 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叫朕好生失望 朕会将他囚禁在贤府宫 自生自灭 但高氏的阿玛高斌 并无大错 而且又是朕在朝堂之上的 可用之人 朕不能因为高氏的过失 而迁怒他的阿玛 所以对着外头 朕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惩罚 他还是朕唯一的贵妃 皇上这样责罚高氏 难凭臣妾谋怨之恨 如意啊 高氏病魔缠身 生不如死 朕往后 不会再让太医医治他了 好 对了 余瓶就要出月子了 明日朕缴人把勇气交由你抚养 直接道歉皇上 直接道歉皇上 主辛苦了这么久 终于让贵妃自作自受了 是你们办得好 奴婢们有什么 阿若死又不甘 咱们不过是顺势而为 用了点领粉而已 贵妃若不是害了梅萍和怡萍的龙胎 逼着阿若顶罪 又怎么会自己心虚 江宇宾再用苦爱换了他的爱业 他就连连产生幻象 吓得疯疯傻傻的 真是罪有应得 贵妃虽说是罪有应得 可本宫总有不甘 害本宫的人 又不止贵妃一个 逐步急 皇上眼下不想动皇后娘娘 但总有彻底真相大白的一日 是 先睡吧 今室范炳柔佳 姓程谦慎 姿养成皇太后慈欲 册封为嘉妃 臣妾谢皇上 谢皇太后隆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 赵婷 溪 姓 V 那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疯了家妃 搞不高兴啊 有皇上宠着臣妾 臣妾最是高兴了 朕的嫔妃里啊 就你最知情失去 朕不念着你 念着谁呢 臣妾就像这样 还着你 绕着你 缠着你 掩着你 都生了皇子了 还如此这般俏皮啊 主 慢点儿 您刚刚跟皇后娘娘 为何宫知识祝导也累了 咱们回去歇歇吧 本宫不累 咱去昆宁宫找一趟林云彻吧 好 微臣请贤妃娘娘安 您侍卫请留步 娘娘 您有何吩咐啊 虽然魏燕婉还是在花房当差 但她只需要往各宫送送花儿 不用再辛苦地试弄培纸了 多谢娘娘恩典 看你笑成这样 魏燕婉回心转意 这么高兴啊 这燕婉当时离弃之时 也是身不由己 我不想怪她 让她难过 你既然这么喜欢她 再过几年 本宫就去求皇上 给你们俩止婚 夫妻一心同心向上 必能挣个好前瞻 多谢娘娘恩典 这是江雨冰新调制的玉露膏 淡斑去闻 你试试 姐姐 不管用的 上好的药都擦了许多 斑纹是淡了点 但药完全消除 怕是千难万难 若是皇上见了 定会害怕吧 所以你要试试 江雨冰新调的玉露膏嘛 你生产之后一直没有事情 怕是也快了 家妃也生了孩子 怎么她的身形 却宛如少女一般呢 是啊 就每个女人生完 真的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生 如果能生的话 也不知道生完会是什么样子 姐姐 你肯定能生 生完了之后 一定比现在更像少女 借你吉言 那我就多生几个 主 徐公公来了 贤妃娘娘万安 余嫔娘娘万安 徐公公 你可是来寻贤妃姐姐的 皇上念着余嫔娘娘出月已久 今儿特意翻了娘娘的牌子 还望娘娘预备着前往养心殿侈寝 你 来啦 来呀 怎么 许久不见 生疏了 臣妾 修剑天眼 怎么了 臣妾身上 身上 身上 身上怎么了 摘后尚未恢复 惊着皇上了 臣妾惭愧 不妨 等你押好身子再说吧 臣妾啊 你为了生永齐 吃苦了 只要皇嗣一切平安 臣妾就安心了 只是今夜 臣妾不宜侍寝 还请皇上 早些安置 早些晚了 你才是看皇上上的眼神 我就知道 我皇后也不用世情了 免得皇上嫌弃 海兰 你也别这么说 先让江雨冰调养着 兴许过几年就能好了 再说咱们还有永齐呢 他养得这么好 姐姐你放心 我没事的 如今只要姐姐和永齐安好 别的我都不在乎 你能这么想便好 咱们三个在一块 往后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你说呢 是 帮我一起挑一些吧 你看 这个 这个很雅致 这个额娘会喜欢 捂着点永齐 别让他沾雨 是 奴婢们都小心着 快到长城宫了 你回去吧 偏然看见不好 我还是把你送到地儿吧 再说 我这是护送着皇后娘娘的花 你光顾着我和花了 自己见到临世了都不值得 不没事 初儿 那是临世卫吧 身边那卫是 应该是卫宴晚吧 似乎是 贤妃娘娘 没事了 跟我去请安吧 昆宁宫侍卫凌云彻 请贤妃娘娘安 花房宫女卫宴晚 请贤妃娘娘安 愿娘娘长宁安靠 起来吧 抬起头来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贤妃娘娘夸赞 卢婢不敢领受 主 这燕朗姑娘的美与之间 有那么一些些像你呢 卢婢卑卑 不敢与贤妃娘娘相较 起来吧 起来吧 谢谢贤妃娘娘 你手上拿的这个花 是洛阳的名种瑶黄 要送去哪儿 奴婢奉命去长春宫 只是 奴婢从未去过 皇后娘娘宫里 怕错了规矩 皇后娘娘正为中宫 用瑶黄装点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正好我带勇气 要去长春宫请安 你随我一起吧 谢谢贤妃娘娘 你回去吧 这雨下这么大 我在这儿等你吧 也好送你回去 这贵妃的病情好转型了 你去瞧过她了吗 臣妾最近 也没到处供去看她 这不是五阿哥吗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五阿哥请皇后娘娘安 请嫁娘娘安 快抱过来 给本宫瞧瞧 这勇气长得白胖可爱 看来贤妃是养得极好的 这五阿哥 虽说不是贤妃亲生的 可贤妃却心疼得紧呢 是 勇气健壮是因为在于平腹中养得好 还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庇佑 贤妃 坐吧 苏联 带着勇气和嬷嬷到旁边歇着 是 贤妃 于平进来可好呀 好事好些了 只是太医说她生产的时候伤了身子 要调养一阵子 要我说呀 这也怪于平自己 遇洗的时候管不住自个儿的嘴 自己的身量虽然没有发胖 腹中的胎儿却过大 所以在生产的时候才会难产 身子受损 也可怜了那几个太医 被连累赶出宫去 其实关人家什么事啊 这事说来也是怪 于平她原本不是贪嘴的人 姜太医给她开的安胎药 虽说有开胃的效用 但也都是母子俱医的良药 谁知道了后来 于平的精气都去了孩子那儿 使得于平的身子过弱 孩子却过大 这女子有孕 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样 生孩子更是鬼门关上走了一圈 哪有万全的呀 生孩子是险事 但是家飞说的那几位太医 虽然说是给海岚催产 但就连齐太医都说 他们用得要过甚 害得胎儿几产 海岚邪崩 差点要了命 这不皇上才给他们赶出宫吗 几个太医不当用被赶出宫 也没什么事 万幸的是 于平母子平安 这便是福气 当下最重要的是好好调养身子 日后还是可以为皇上再待遇皇嗣的 是 你是送花来的 是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奴婢也是头回来长春宫送花 知道皇后娘娘喜欢牡丹 这是花房新培育的名中牡丹摇黄 所以给皇后娘娘送来了 皇后娘娘喜欢牡丹 跟我来吧 皇后娘娘 花房命人送来一盆牡丹花 放下吧 这摇黄素有绝品万花王制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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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